帶大家來回顧一下這位天后的人生歷程 李文本名李美玲 那他其實是1975年出生 今年辭世之後享受48歲 那他其實是在1993年的時候 參加香港TVB的新秀歌唱大賽 得到了亞軍 而在隔年也就是1994年 他就在台灣發行了第一張的專輯 愛就要趁現在正式出道 其實他出道將近30年 他真的留下了很多的代表作像是 耳熟能詳的滴答滴 愛我久一點 刀馬蛋啊 好心情等等歌曲 其實大家真的都是耳熟能詳的 其中這個滴答滴呢 他還是李文銷量最高的華語專輯 他也因此就是榮獲這個Billboy的國際 最佳華語音樂錄影帶 可以說李文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他是第一位在奧斯卡頒獎禮禮上 獻唱的華人歌手 也是第一位進軍美國歌壇的華人歌手 他更是第一位在NBA中場的時候呢 演唱美國國歌的華人歌手 也是第一位華人面孔的香奈兒品牌大使 他的歌曲真的是讓大家都二手能詳 很多人可能跟我們一樣都是從小聽到大 我也想問問看大家 你印象中你最喜歡的 李文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可以在留言區裡面 跟我們一起討論分享 我們一起來緬懷 這位讓大家非常懷念的天后 對 不少人也會一起 當年李文的歌曲 在全臺是相當的熱門 街頭巷尾都能聽見 除了經典的滴打滴 還有多首令人難忘的好歌 一名網友昨天晚上在PTT發文表示 不敢相信李文最後會是這樣的結局 並詢問李文哪一首歌最經典 多數網友留言點名滴打滴 紛紛表示滴打滴那段時期全臺一直放 應該是傳唱度很高的一首 阿公阿嬤都知道根本是年歌等級了 還有人點出另一首主打歌 《愛我走一點》是日劇 金田一少年事件部 在台灣播出時的片尾主題曲 他在演唱這首歌時 真假音切換的歌藝強大 看似曲風與推理驚悚 題材不搭 不料每次放送都令人印象深刻 還有被網友封為時代的洗腦神曲 聽到歌會害怕 也有人給出其他的答案 像是最喜歡的第九頁 好心情 刀馬蛋等歌曲 李文綜橫歌談近三十年 唱紅許多筷子人口的歌曲 更是第一位登上奧斯卡頒獎典禮演出的 華人歌手 美聲驚豔全球 2001年李文演唱的電影《臥虎藏龍》歌曲 獲得全球好評 不過李文曾上節目透露 當時聽到由譚頓所寫的電影《臥虎藏龍》主題曲時 覺得很美 很中國風的曼歌 但因為當時自己籌備中的專輯 是以嘻哈風格為主 所以擔心會跟專輯不合 想要放棄邀約 結果媽媽說 Coco 不行 這是首好歌 你一定要唱 讓李文沒想到的是 這首歌最後竟會入圍奧斯卡 獲得第7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提名 自己更佔上奧斯卡舞台上演唱 回想起當時李文興奮表示 雖然心跳跳得很快 但人不斷告訴自己真的不能緊張 因為待會有幾億的人在看 絕對不能丟華人的臉 演唱會結束後 他看到二姐淚流滿臉 讓她一度擔心 詢問我唱得很糟糕嗎 在得到正面評價後 李文也不禁流下淚來 李文當年是因為演唱這個李安的 臥虎藏龍的片尾曲 才成為了第一位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演出的華人歌手 所以在得知李文逝世的消息之後 其實李安也是感到非常的不捨 他還懷念說當年這個李文 他在登上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前 他還曾經說過我要拚命的唱 李文當年出道之後 為臺灣樂壇注入新風貌 也湧闖國際樂壇 他為李安指導的電影《臥虎藏龍》 演唱片尾曲《月光愛人》 不只入魏勒第七十三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歌曲獎 也受邀在頒獎典禮演出 成為了第一位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演唱的華人歌手 而對於李文的逝世 李安今天透過助理對中央社記者表示 聽到消息感到非常的震驚 印象中的李文開朗又可愛 當時錄製片尾曲時 一切都讓人感到非常的愉悅 記得李文當年在奧斯卡頒獎典禮演出前還說 作為第一位在奧斯卡獎唱歌的亞洲人 他一定要拚命的唱 李安說很懷念他 李文一直給了積極正面的形象 直到今年二月他才首度對外公開了身體的缺陷 其實自己一直以來都靠一隻腳在支撐整個身體 二月份的時候他接受了腳步的手術 並且拍成了Vogue影片 而復健的過程他一度忍痛到忍不住叫出聲來 令粉絲看了是相當的心疼 李文痛的哀嚎 出道三十年的他先前才公開透露左腿有天生缺陷 兩歲時動手術可惜不成功 而其中最難受的就是醫生用了一根很粗的鐵棒子穿過他的左腳跟 再加上腿部打了石膏讓他完全不能動 李文坦言當時他覺得日子過得很慢 每一晚都是哭著入睡 他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其實都是只靠右腿支撐全身 每一次演出結束後他的腿都十分疼痛 但他只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只要大家開心多痛都值得 然而2022年排五時意外造成關節移位 導致下身再也無法附和 在二月時決定動手術調整骨盆 之後還曾分享附件紀錄影片 影片中看起來十分開朗並向本思報平安 手術順利完成雖然很痛要重新學走路 但是我可以的 整料才過四個月的時間 竟不敵抑鬱症過世 李文今年年初才在網路上透露說 他因為動手術自己身體是直接暴瘦到了42.3公斤 可是當時他其實是非常積極正面的 他還跟粉絲們分享他的心情說他要做最真實的自己 李文過世消息震驚各界 但其實今年初他才PO出自己身上掛著引流帶的照片 說自己暴瘦到了只剩下42.3公斤 當時的狀況就讓不少的粉絲替他擔心 不過他也低調的透過留言 分享個人對於生活還有自我的看法 他說要做最真實的自己相當的正能量 而李文也透過留言表示 自己認為的愛是愛一個人的心 愛一個人的全部 如果你只愛一個人的美 那麼這個愛就不是真的 除此之外 李文也立志說 全新的我就是要做最真實的自己 面對喜歡他心懷感恩 如果不喜歡他也淡然看待 一凡正能量也讓許多粉絲喊讚 如今發生憾事 更是讓粉絲上心不已 李文向來給人正面又充滿能量 而傳出其實他生前長年陷入低潮 二零二零年曾在微博發文 透露心靈破碎 而且需要極大的勇氣 有網友翻出二零二零年李文在微博發文 寫道要醫治破碎的心靈 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時間的 勇氣並不是與生俱來 是需要從時間中去不斷的學習 改進和爭取 我還在學習和爭取中 我希望當時貼文一出 引起粉絲關心 隔沒幾天他再度發文 強調自己依然在被愛與愛中 練習更好的可能 當時正值疫情爆發 李文透露看了很多心理學的書籍 世界偶爾不美好 但是我們也要練習 讓自己樂觀去面對 當你偶爾感到脆弱是OK的 不要害怕 告訴你身邊的人真正的狀況 疼愛你的人 會幫你找回力量去度過難關 所有的東西都會好起來 無奈最後自己卻走不出陰霾 在加州親身理事